近日,据相关媒体报道称,伊朗方面已经感受到外界的压力,说美国军方正在有恃无恐地威胁伊朗,要么接受伊朗经济制裁,选择战争或者谈判桌, 一方认为,与美国并无谈判的可能,美国在利益面前不可能松口,哈梅内一语重地正中美国软肋,也是伊朗人民面对美国一系列压迫行动下的变态,并且将未来的伊朗态势变动的选择权,交到了特朗普的手上,特朗普可能是美国人最引以为耻的一任总统,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强国,作为灯塔国的代言人特朗普, 却像是一个拿大刀,四处展示武力的顽皮儿童,不久之前美国就不遗余力,暗中支持,叙利亚叛军企图建立一个只听令与美国的傀儡政府,甚至还护拥白头盔组织演戏,以驾护叙利亚使用话武,结果被白头盔举报办事不给钱, 如今,美国还未能从叙利亚,这个沼泽中抽出手来,特朗普就想要挑起与伊朗之间的矛盾,现在,实力上的折损已经显现,已无力应对如此长的战线,为此白宫政府也不得不暂时退避, 所以此时伊方总统是恰好给美国出了一个难题,让白宫方面举步艰难,由此可见,想对付伊朗似乎不太容易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